小姐 你怎麼來了 怎麼還帶了這麼多人啊 你是來找小顧的對吧 不是 我是來看房的 開始吧 不是 你們幹嘛 你們幹嘛 你們先出去 別激動 別激動 他們要幹什麼呢 沒事 來 咱們有話好好說 對 來 您坐 來 是你要買房子啊 既然你是小顧的朋友啊 我就有話直說了 看著你這條件也嘎好的 您哪能會喜歡 喜歡上這種老房子的 這老房子問題嘎多的 你就說這個主意 這廚房呀 煙道設計已經老化了 一做飯呢 就跟打仗似的 煙呀 多得不要不要的 還有啊 那個瓷磚呀 不曉得什麼時候就掉一塊 不曉得什麼時候就掉一塊 你你你你補呀 都趕不上那個掉的 還有那個牆壁呀 牆上啊 掉牆皮呀 沒有多久呀 就快掉成毛坯房了 我 我跟你講的都是實話來的 你說你 嘎時尚 嘎漂亮的女孩子啊 你住到這樣的老房子裡 你不鬧心啊 沒關係 反正住在這裡的人 也不是我 只要顧榮能接受 一切都不是問題 小顧 你朋友啊 他說他要買房子 你怎麼在這兒 董事長說過 既然你不願意回顧家 那他就會把這裡變成顧家 讓不屬於這裡的人 離開就是了 購房協議我已經簽完了 那就給大家一周的時間 搬家 也不是很著急 也不是很著急 是爺爺讓你這麼幹的 爺爺的脾氣你最清楚了 他決定的事情 無論如何都會做到 就算是爺爺想買這房子 我也沒想到是你來幹這件事 很驚訝嗎 以前我想方設法地幫你 處處替你著想 現在依然如此 顧榮 是時候回到正軌了 我一直在正軌上 你回去吧 告訴爺爺 他的方法已經過時了 就七點 這麼多東西 哪來得及 這不是讓我們入宿街頭呢嗎 伯父伯母 靜靜 因為我家裡的事 讓你們受牽連了 實在對不起 沒事的 小顧 哪有孩子 不跟家長鬧別扭的 靜靜也一樣的 我們都懂的 靜靜也跟我們鬧過矛盾的 可是搬家這麼大的事 搬家就搬家了 我們在這個房子裡 也住了快十多年了 我也講過呀 我說是不是 該換一個環境 那現在 我們就換一個環境住啊 對吧 蘇寶寶 嗯 對對對 換一個 換一個 爸媽 我出去一下 哎 你要上哪裏去啊 不用解釋了 馬上停掉白安柔手上的所有項目 派其他人負責 是董事長 還有 好 小河 今年的年終獎 你就不要再想了 不是我 有意見嗎 沒沒意見 很好 之後白安柔的一舉一動 你都要給我盯緊點 是董事長 嗯 董事長您放心 我保證盯緊了 好 你跟那顧總好像很熟啊 看上次你們聊得挺開心的 我們要真是因為螺絲粉認識的 那就簡單了 好 謝謝張叔 沒事 是不是您讓白安柔買到我家房子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虧我上次還幫您分析 我也是剛剛知道 剛剛知道 賣房合同都簽了 我之前確實想用這種方式 逼顾容回家 那現在呢 靜靜 你說我和顾容之間 都不知道對方的心思 其實我明白 他不認同公司裡那些傳統的老的想法 想做出改變 想推行職業經理人那一套 我沒有反對 但我只覺得他太年輕 做事不計後果 我怕他吃虧 我知道他不願意和人打交道 他是我養大的 他 我顧震華的孫子 我清楚 他絕對有管理公司的能力 我今年七十五歲了 我老了 集團 只有交到他的手裡 我才能夠放心 我超過的 其實 謝謝 感谢观看